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 好了 你在这是做什么 尸检 尸检 你在这解剖多少具尸检 亲自参与的 就是我们小组解剖了19句 平时来相比的话 这19句志愿者的遗体算多的还是算少的 算多的 当然算多的 非常多 我们就是刚刚参与正月上也说 可能也就一周最多两周 应该就做完几例 大概病因能看得差不多的话 可能又回来了 但是没想到这边有这么高的一个遗体解剖的通过率 我们是对遗体是非常尊敬的 我们也是都从医学院过来的 学生我们称遗体 其实我们叫大体老师 大小的大 身体的体 大体老师 这就是我们的老师 我们要从这儿 他是最后一个歇活的教材 来教我们他的身体真的是发生了 具体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 所有东西都是基于自悦者 掘出来的这些器官 再说武汉人民真的不仅为缺国 甚至为全世界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武汉人民真的非常有 跟平时的尸检相比 在这儿的尸检有什么不一样的吗 最大的一点就是传染性 因为它是个定为烈性传染性的一个疾病 我们的防护 防护最大的一个 包括整个解剖环境的一个防护 还有我们自行装备穿着的衣服的一个防护 我们穿的70%和30% 我还要再高一个几年 所以占要好多 就是我穿的像头 那个太空服那个 后个衣服 整个是充气的状态 一直是四面王 往外冒气的状态 在这儿印象最深的事是什么呀 是十三床呢 五座佑阿姨 就是说一个胖胖的阿姨 我们给她打静脉针的时候 因为她比较胖 全表的静脉针很难去找 阿姨一直很坚强的时候 不要紧呢 你们打好了 我不怕的 真的非常的坚强 轻轻会觉得她这样的话 会给了你很多自信和信心 是吧 很多的一个信心 其实真的变得也很 这些病人来了 我们真的是 他们真的是很坚强 真的有时候我们会觉得 他们就是给了我们学习的榜样 最深的在重镇厂 就是有一个用呼吸机的一个 90多岁的一个武汉的当地话 叫老爹爹 然后我在护理他的时候 因为要不停的去照看他的书页 他的呼吸机的运转 他的一个仰视给到底的情况 每次我过去他都挥手 就是白手 一开始我不理解他是什么意思 然后在为他调整面罩的一个过程中 他用很微弱的声音 他告诉我 你不要离我那么近 他害怕他的病传染给我 所以说我当时这个眼泪 就在眼眶里面 一点都挤不住 很多很多 所以说感受 就像刚才说的 武汉人民 包括当地的医护人员 给到我们的温暖 很多很多 非常感谢他们对我们的支援 有了他们 我们才更有信心 谢谢上海医疗队 我们都一起拼过命 你们是哪儿的啊 它是三月的 ICU的 我们五组都是一家人 真的 有什么需要跟我们讲 有什么需要 要是有需要我们 什么家人 一家 一家 你们在那看我们 好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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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真的感觉 蛮辛苦的 然后我每次就上他们敬礼的时候 就心中就是有一种热泪盈眶的感觉 希望他们下次再来武汉的时候是来玩的 去哪里 谢谢你们 去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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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这儿 他在那里 准备了一场难忘的战斗 他在这儿 也卸交了一批 真是一共的战友 还有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去哪里 去哪里 老闻又送中了一支医疗队 其实原来送医疗队的时候老说 湖北人感谢他们为湖北拼过命 其实今天我们会发现 上海队同样感谢湖北人 跟他们一起拼过命 所以在疫情面前 没有湖北队 没有上海队 大家都是中国队 这段节目就到这了 为了几天会持续带来 我在武汉的观察游戏